早稻田站 那我們的第一站是到了早稻田站 早稻田站這邊我們推薦的景點是 早稻田大學 那其中呢 在我身後的這個大威庭園 它的景色很優美 值得一逛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早稻田的咖啡店 裡面有買一些紀念餅店 所以大家可以悠閒在那邊逛紀念餅喝杯咖啡 那早稻田這邊我們也推薦 可以逛逛水稻河神社 以及吃吃看雞擺湯拉麵 從早稻田大學走到早稻田站 準備搭上我們今天的主角 路面電車荒川縣 我們今天所搭乘的荒川縣呢 跟四田谷縣 並列為兩條馬路 目前東京僅存的路面電車 我們覺得光是乘坐 這個電車的時候 觀賞城市的風景 就是一種享受囉 那記得不要只顧著看風景 下車的時候要記得按門鈴喔 我們從鬼之母神前下車 現在到了鬼之母神旁的餐道 這餐道上有一兩家咖啡店 跟手工品店 很有氣氛 大家可以來看看 逛完餐道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鬼之母神堂 這是一個秋安城的寺廟 那我們接下來要直接從鬼之母神堂 走到都店雜屍之谷站 雜屍之谷站有一個很有名的雜屍之谷寧原 很多文人默克的葬魚尺 喜歡歷神的可以來看看 那我們下一站要到根深種站 也是草鴨的所在地 這邊要被稱為老奶奶的元素 所以很夏天跟昭和風味的感覺喔 好那我們到這邊也差不多是吃中餐的時間啦 中午我們推薦大家來吃一家專門販賣定食的 TOKIWA食堂 那這裡我們也推薦大家兩個小點心 喜福堂的紅豆麵包 跟米之濃的鹽大福 我們現在到了王子山 要帶大家去看看很適合親子的飛鳥山公園 飛鳥山公園這邊啊 有一個很像纜車又很像電梯的東西 大家可以選擇搭乘這個上飛鳥山公園 飛鳥山公園呢 它附地七萬三千平方米 然後是在1873年建立起來的 它跟上野公園被列為日本最古老的公園 這個公園非常適合親子童遊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專屬於兒童的區域 那除了一些設施之外呢 它也有一輛電車 然後還有火車的車廂 可以供小朋友參觀喔 這邊有三個博物館 其中一個是紙的博物館 另外還有飛鳥山博物館 另外還有一個色澤史料館 目前正在整修當中 那我們現在回到王子戰前 要去我們最後一個地方囉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站 三支輪橋了 三支輪橋了 三支輪橋呢 除了它的車站以外 還有一條商店街叫做Joy for Minowa Joy for Minowa商店街啊 也有很多特色的民宿或旅店喔 也有很多日本的炸物跟小物 Joy for Minowa也是一條比較生活感 然後比較復古風的商店街 因為它是油頂商店街 所以下雨天的時候也可以過來逛逛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路面電車 荒川線一日遊囉 大家還喜歡這些復古又私房的景點嗎 我是鮑伯 我是偉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